同學這個 這個證明的要使用什麼呢 這個反正法 也就是說呢我們一開始 先假設這個根號2 他是有理數 用反正法 然後後面呢找到矛盾以後呢 這個就可以知道這個假設是錯誤的 那這個矛盾怎麼找呢 就從這邊開始出發 首先呢如果根號2是有理數的話 那麼根號2呢 他必然呢可以寫成分數 因為有理數就是可以表達成分數的數字 所以我們可以把根號2呢 處理成p分之q 那麼pq呢是這個整數 pq是整數 分母不能為0 那另外呢這個pq負值 也就是他的最大供應數是等於1 最大供應數是等於1 也就是說呢這個p跟q已經不能再約分了 已經不能再約分了 那為了要證明他是有理數 假設他是有理數 那所以根號2等於p分之q 接下來呢我們就把等號兩邊呢 左右平方 左邊平方 然後右邊也把它平方 平方以後 這個根號2平方就變成2了 然後這個就變成呢這個p分之p平方分之q平方 好p平方分之q平方 然後你再移向一下 我們就得到呢2p平方 他就等於呢q平方 好他就等於q平方 那因此呢 既然這個q平方 他是2乘上某一個數字 同學p平方把它看成是一個數字 那因此呢我們從這邊可以推得什麼東西呢 這個q平方呢他是偶數 好q平方是一個偶數 好那麼q平方如果是偶數的話呢 那麼q就是一個偶數了 偶數的平方才是偶數啊 奇數的平方仍然是奇數 好所以平方是偶數的話 推過來呢就是q是一個偶數 好q是一個偶數 那如果q是偶數的話 那麼我們又可以推得什麼呢 假設q呢可以把q設成什麼呢 設成一個這個2m 因為他是偶數嗎 偶數一定是2乘上某一個數字 2乘上某一個數字 那所以呢你把這個式子 假設q等於2m呢 把這個呢給他代入到這個式子裡面去 好那剛才這個式子呢 就得到呢什麼東西呢 2p平方 他就等於呢 這個q平方 q把它換成上面這個2m 那麼你把它平方之後呢 我們就得到呢 他變成4m的平方 4m平方 那把這個2跟4呢 約分好 所以我們就得到什麼呢 p平方 他就等於2m的平方 那這個表示什麼東西呢 p平方他等於2乘上某一個數字 那所以p平方是偶數 好p平方是一個偶數 好 所以呢 這個p也是一個偶數 好 所以這個p呢也是偶數 好 那做到這裡呢這個矛盾就 矛盾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已經知道 q是一個偶數 然後現在呢 又了解到呢 p也是一個偶數 那這兩件事情呢 就跟這個事情矛盾了 好同學 這樣子兩個就沒問題了 為什麼 因為當初我們已經假設說 p跟q不能再約分了 那如果他們分子分母都是偶數的話呢 他就必然可以去把它 提出一個2下去約分掉 好 所以他的最大供應數就不可能是1了 不可能是1了 那因此呢 我們知道呢 原來的假設錯誤 最原始的這個假設 是錯的 那如果是錯的話呢 就表示什麼 根號2他不是 無理數 好 根號2就是一個無理數了 好 根號2就是一個無理數 好 這個大概就是這種反正法 他的一個方法 好 那除了根號以外 還有什麼呢 pi 同學熟悉的pi pi也是一個無理數 那以前呢 正明pi是無理數 這樣一篇論文就是一篇 數學博士論文 早期的時候 一兩篇